不少人到了车站会带了一堆行李在身上 可能不方便 于是寄放在寄物柜里头 但是有民众向立委来投诉 台铁各个车站的电子投币寄物柜 竟然没有办法找零 也就是说剩下的钱都被吃掉了 而台铁局三年前就承诺要改善 到现在情况还是没变 来到台北车站地下一楼 有好几排的电子试剂物柜 提供民众寄放东西 小柜子三小时二十元 大柜子三小时七十元 另外以天数来计算的则是一天一百元 尽管价钱不一样 但付费的共同点就是 告示牌写着五找零功能 请自备零钱 早上很早来 八点半的时候 那边就没有人换零钱 那这有可能我叫做不方便 如果是只是说五十的话 我没有零钱的话就会很不划算 寄放东西民众得先自备零钱 但有人超过六十秒 没有操作完毕 投进去的钱就拿不回来 只好自认倒霉 立委卢秀燕就质疑台铁局 机物柜根本就是吃饺子老虎鸡 但是如果没有台铁高层的人包庇 有人都已经检举这种案子 有人都已经反映问题 一直在一百年 竟然整个案子可以盖掉盖三年 对立委的质疑 江东部长叶匡史说 他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 会去了解有无改善空间 这我马上就交代郑峰去查 他要多少时间 我问一下郑峰好不好 拜托他们快一点 已经查三年了 谢谢 一空时表示 每一个寄物柜要换铃 都要准备很多的零钱袋 现阶段可能不容易 未来不排除以悠有卡的模式 来代替投币式 记者沈小青 谢其文台北报道 今天的手语新闻通 我们来看 寄物柜要怎么比呢 其实这个手语没有固定的比法 您可以试着把过程给比出来 像是投钱 然后把柜子的门打开 东西放进去 我们再比一次 把钱投进去 门一开 东西放进去 来表示巨物柜